第一次去录影 我们去的是Cangaroo Valley 袋鼠谷录影 本来是夏天就准备要去录影的 后来一直忙到秋天才有时间真正的出发 从Sidney到Cangaroo Valley 一共是两个半小时的路程 到了Cangaroo Valley是阴天 天气还算不错 我们选好了扎阴的地方 就准备搭帐篷 我们选的是这种 搭在车子旁边的帐篷 因为是第一次录影 所以我们搭起来也是有点手忙脚乱 我们用的是这种用来钻的地钉 用起来比较方便 很快的第一部分就搭好了 有了这个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我们晚上睡觉的帐篷 就很容易搭起来了 只需要把顶部和旁边 固定在铁杆上 然后地上的部分 地上的部分打上地钉就好了 对于第一次录影的我们来说 这个简陋的帐篷 已经算很不错了 再看看隔壁各种各样专业的帐篷 也有一些简单的 有地方休息就好了 搭好了帐篷以后我们到营地附近走走 这一次我们看到很多袋鼠和袋熊 这些袋鼠和袋熊完全不怕游客 就这样在营地附近跳来跳去 给他录像的时候 他还一直向我走过来 到煮晚餐的时候才发现忘记带锅 不过不怕 铁饭碗才是硬道理 走到哪里吃到哪里 晚上睡觉之前 我们准备这个充气 床垫 在铺上睡袋就可以睡觉啦 半夜的温度差不多到达零度 不过还是睡得很像 一觉到天亮 早上起来看看帐篷周围的环境 秋天来录影的人比较少 听说夏天这里都是满的 那边的小屋子就是洗手间 这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我们一边收拾东西 一边准备早餐 先煮咖啡 然后泡泡面 拆这个钉子真的很方便 只需要反方向把钉子转出来就可以了 这也让拆帐篷的工作 更加快速的完成 基本上拆帐篷和大墙篷一样 怎么挂上去的 就怎么拆下来就对了 拆完帐篷之后 再看看我们搭帐篷的地方 正所谓边地黄金 包括我们帐篷的下方 这就是我们第一次去Cangaloo Valley 录影的情况 我们下来 谢谢大家